作詞 作曲 李宗盛 阿善是一個有戀物傾向的人 她對家座的一座 從小陪伴到她的鋼琴 就是一種依戀 我演出的角色叫做阿瑩 阿瑩她在故事裡 其實主要是提到 她跟男朋友分手後 她很在意她前男朋友 不停會因為想儲蓋 遮蓋這件事 雨傘這件事 是她整個故事的 很連繫整個關係的一件物品 對自己好 愛自己 愛一個愛自己的人 是嗎 媒體一點 媒體一點 小時候會覺得自己 越用力付出 給對方 令對方感覺到你那個 愛意 你就會覺得很心滿意足 但是你越來越大 就是 你會開始懂得去選 我應該要選什麼 對啦 或者是你拍了幾次拖 之後你會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那就是我自己 大到之後 就是想要一個 真的會對你付出 以及真的非常疼愛你的 另一半 我自己就 因為我自己的性格 一直以來都 因為什麼都要自己做 那之前都有提過自己的 那個背景 就是生活環境 所以就覺得很多事情我自己都做到 那 變成我 要求的男朋友 那邊就會是 令到我可以依靠他 而不是每一樣都要我自己才做到 所以變成 可能 年齡上可能會偏大一點 會可以照顧到我 也都是可以按得住我 有時 想事情會偏激 還有會比較 想揹 什麼都揹上自己身上 我比較實在一點 就是我會看那件事 實不實用 就是可能 因為我自己拍拖 就 雖然不是很多次 但是 我永遠第一件說的就是 我不要送花 因為我覺得花這件事 是很不實用的東西 所以 這塊雕正 對 那我其實擺的也不是 那我又要養它 我又覺得 我對植物其實沒什麼耐性 對動物會比較好 所以你叫我養著一棵花 我是不會理你了 那所以 我覺得 那些物品 有時候可能 我收過 可能 多數會是 是食物 因為我可以即場吃掉 還有我可以依靠 那 其他 食物上 我會看一下 會不會是有 黑了名的 那些 我會 要不就給它 它自己去處理 或者我要不就丟 但要不就 其實都沒有什麼 因為我都很少收禮物 因為我都說不用收 你請我吃飯就可以了 多數會請我不捨得吃的東西 可能 泡妃 吃雪糕 說我已經很夠了 還要擦餐厲害的 對 我真的可以吃 你呢 我的情況跟小夜都有點相似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 不喜歡收花的 有時候 對 我會很奇怪 甚至有點害怕收花 因為我不喜歡 那些花收到那一刻 你很開心 然後你就會看著它 慢慢 丟借 對 好像那個 代表了 那段關係會丟借 對 我們現在還沒分開 但我又會看到這個過程 所以覺得 會不開心 嗯 那通常 我想起的話 以前留下的 一開始 可能你剛剛分開了 我就會藏一些 喝過的可樂罐 要洗回去 對 然後洗回去 只有一瓶 然後就會藏在家的櫃子裡 那 反而比較少是一些 非常之 名貴 就是一些 帶在身的東西 可能都是 因為就 都是有關食物類的 對 吃了會好一點 對 對 我也想睡 對 哈哈 哈哈 我會把 喝過 對 我會把 對方 或者一起喝過的 可樂罐 洗了之後 再收回 入櫃 當刻 你已經要留回去 對 不要連接 要留回去 帶回家 洗回來再放入櫃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那個瓶是怎樣來的 就是 一個 哈哈 欸 透明膠瓶 是特別版還是什麼 嗯 其實上面有一句 歌詞 哦 ok 有能出過 對 對 ok 我覺得這句 很有意思 那時候 好像是分手那天 還是分手前一兩天 是 喝過一瓶 所以我就 很想留下它 然後 我試過 那一刻你不會知道 你過了兩個星期會分手 對 我不知道的 那時候喝過後 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會試隔 即是 我收完之後 我都曾經拿過出來 打開一瓶 聞一瓶裡的味道 回憶回那種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以回憶到那種感覺 ok 你洗得不乾淨 哈哈 不是啊 對 我想留下它那個 回憶那種味 對 OK 哈哈 那種味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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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是說 不要忘記我們 那種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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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然後我就 對 就留下重慶了 但現在它應該已經不見了 大家不用擔心 哈哈 哈哈 好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熱血時報 九週年台慶劇 戀愛不是 請下吃飯的 音樂專輯 寫真 漫畫集 以及我們的 預售滿票 記得買票啦 約定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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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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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